小米早前在香港發佈了紅米Note3刊貨版 採用金屬機身 電池更加有4050mAh 是全港第一部用Snapdragon 650處理器的手機 其實紅米Note3之前已經在內地發佈過 當時小米就說他們第一部有指紋解鎖的手機 來到刊貨版當然是試一試指紋解鎖夠不夠快 實事發現他比iPhone6S的解鎖還要快一點 只不過跟水貨商隔了一段時間再出刊貨 未知會不會影響他的市場反應 老實說要買的人都買得七七八八 因為大陸刊始終出了差不多三四個月 香港刊貨才上市 第二樣東西就是有沒有市場 其實可以說有的 因為始終找小米的人都有一堆固定的客人 機價方面標準版賣1299元 而高配版賣1499元 如果想買平價機的話 又的確是挺吸引的